徐晴是一个活得热气腾腾 浑身斗志的女人 这一天正在吃饭 突然接到女儿电话 女儿嗷嗷地哭 妈 我要离婚 离婚 给她千挑万选的家序 闹什么离婚 她是同性恋 徐晴这辈子也算过关斩将 什么大师妹没见过 但还没见过活得同性恋 女儿一下给她说 我懵了 她问了 她不喜欢女的吗 是的 不喜欢就不喜欢 只要她不打你 工资卡交给你 你爸活着的时候 也未见得喜欢过我 女儿的声音近乎嚎啕 不是你想的那种不喜欢 是个陌生人一样 比那还冷漠 我跟你爸以前不也那样吗 你们好歹还吵 他连吵都不跟我吵 他抵触我 听女儿哭得伤心 徐晴决定先哄两句 女儿却非要离 徐晴听到女婿很冷静地在旁边说了一句 那你家把彩礼退我 徐晴听她这么淡然 也有点来气 责任在你 怎么你还有礼文呢 还这么若无其事 退彩礼 凭什么 但是要真想跟她扯皮 也不行 女儿的工作 是南方的叔叔婶婶帮着解决的 要不然 以女儿那个三本的学历 根本进不去那么大的单位 人家招聘都是九八五硕士起步 这个金饭碗不能丢 徐晴说 你先上妈这儿来 女儿晚上就拎这个小箱子过来了 眼泡肿肿的 鼻子红红的 她放下箱子 用脚一勾把门关上 往自己房间钻 徐晴追着问 你早发现呢 你逮得到她跟男的在一块了 兴许 只是朋友呢 什么呀 我看到她的购物记录 里面都是男的跟男的用的东西 什么东西 从后面呢 你们没好气 以前女儿不这样 她是乖乖女 从不顶撞 不说脏话 更不会用脚关门 她的气 是徐晴撮合的这段姻缘吧 她承认了 那还有什么不承认的 还不知那东西 别的还有什么 徐晴不是好奇 只是不知道怎么说话 妈 你怎么经问些无聊的问题 这一婚我是离定了 退墙我也离 不在那上班了 我也离 女儿要关门 好像知道徐晴会拦着 不让她关一样 徐晴的手在门上一用力 她便不再使劲 把自己扔床上哭 你哭什么 徐晴认为现在最紧要的不是哭 是想个解决办法 蓝芳家有权有势 彩礼还给了二百八十八万 信杀旁人 他俩风光的婚礼才过去半个月 现在离婚 还不让人把牙笑掉了 徐晴说 别哭了 你喜欢她吗 不喜欢 既然不喜欢她 那还有什么问题 她爱喜欢谁喜欢谁去 你就当家里没这人 当她死了 女儿哭得更凶了 徐晴了解女儿 她从小感情就不热烈 未必是有多喜欢那男孩 可能是把婚姻想象得太完美 受不了这打击 她也一个过来人看 结婚十年八年之后 其实男人死了 跟活着也没多大区别 同性恋就同性恋呗 但她去同去 闹一闹 这事就过去了 不至于离婚 刚才女儿没有彻底把门关死 容她进来 也是在给她机会 分析利弊的吧 于是徐晴开始斗智昂扬地说 刚说到一半 女儿抬起头来 眼睛直勾勾望着她 哭得汗层层的头发 趴在脸上 徐晴的声音弱在去 怎么了 你懂什么叫同性恋吗 我们没法生孩子 她不跟你的那个 她说去做市管 但是不准我在外面找人 我也没准备在外面找人呢 她这说的什么话 好像她家是多大的航门一样 我快被她气死了 跟她说话 说一百句她悔一句 跟个冰驼子一样 我是她家的生育工具吗 结婚之前我就觉得她不对劲 你还说她是手礼节 素质高 现代可好 你也为我想想好不好 我才二十多岁 我一辈子就受这样的气吗 你先冷静 你叫我怎么冷静 人是你选的 从小到大 步步我都听你的 我就跟你的牵线木偶一样 结果呢 结果有什么不好吗 这不都可以商量 可以解决吗 怎么解决 我知道你就不会同意我离 你就是爱面子 心疼彩礼钱 把那个破工作 看得比什么都重 徐琴打断她 我哪一步坑你了 这不谁都没想到吗 女儿站起来 把她往外推 徐琴也彪着劲不走 连说 你走不走 你不走我走 徐琴被女儿 关在外面 她一肚子感慨 自己这一辈子 称得上能掐会算 她年轻时 就是一个传奇 原本出身农村 第一个对象是村小的副校长 把中学都没毕业的她 弄进学校去当办明办教师 当别人都羡慕她 找了个有本事的对象时 她却认为 人不应该在这穷乡僻壤 待一辈子 没多久 她结识了一个军官 听说当军官的老婆 可以随军 还给安排工作 她卯足了劲追上那军官 生下女儿 她也如愿以偿 在城里有了正式工作 工作清闲 她有空就跟着生意人 学倒买倒卖 而且借自家男人的事 发展了不少资源 最后辞掉工作 开始做工程 那时能接触到建设 徐琴赚了不少钱 用她自己的话说 刚到城里来时 逛商场看到一件衣服 要大几千 心想这是卖给傻子的 后来才知道 哦 原来是卖给我的 女儿懂事起 她爸就复原了 做个不大不小的官 家属不允许经商 徐琴把公司 注册在亲戚名下 用各种手段 逃避政策限制 孩子爸的病死的时候 徐琴在这个城市的关系网 已经十分发达了 女儿从小不爱学习 整天心思 都是养她的小猫小狗 但徐琴凭关系 给她弄进了市重点 最后她考了个三本 徐琴又靠本事 把她弄进一家大企业 这层关系 就是女婿在这家企业 任高管的叔叔和婶婶 这一切 都令人眼红透了 接着徐琴继续给她规划 趁年轻 赶紧找个条件好的结婚 三十岁之前生二胎 三十岁把这些都完成了 以后不会因为 怀孕和哺乳期影响晋升 女婿是她亲自调的 为男孩整个家族都无事 母亲是大行业的一把手 两个孩子谈恋爱之后 每次单位露脸的事 都落在女儿头上 电视台来采访是她 停优平先是她 最好的部门 最好的机会都是她 她的婚礼 是在市里最好的大酒店办的 请了八十多桌 到场的人非富即贵 这些天 她一直沉浸在自己 精打细算换来的举世主墓中 她回过一趟老家 既得意 又有点藐视那些羡慕 你瞅瞅这些人 但凡自己用点心 用点手段 都不至于整天情巴苦做的 这个一年的钱 还不够她换个车公路 按照她的规划 女儿这辈子都会很顺畅 自个儿老了 还能给她留不少钱 现在出了这档子事 咋办呢 谈判吧 对方家里肯定也不想丑视外扬 女儿性子软弱 徐晴得亲自去谈 第二天 徐晴给亲家母打了个电话 说见面 对方应该知道是什么事 约在了一家偏僻的茶馆里 徐晴进去就问 小两口在闹离婚你知道吗 对方说 小孩子闹着玩的 不是觉得兴致吧 那你说是什么性质 你给定定心 亲家母官威还挺足 拿枪拿跳的 这是骗婚 徐晴当人不让 这么说可就过分了 骗你们什么了 骗得肚子来生孩子吗 你女儿跟谁结婚 不用出肚子 徐晴跟他以前说话 都假模假式 客客气气 这回对质起来 竟有点占下风 到底自己只是个经商的身份 虽然条件不错 还是比不得权力 权力给他威风 权力给他无耻 徐晴干脆用下等人的身份 跟他开丝 小两口吵架的录音在我手里 你们也算市里 有头有脸的人物 亲家母正拿热水 浇一个茶宠 听到这话 把手里的壶网桌上一蹲 这你们有好处吗 那你说个有好处的法子 我听听 亲家母拿起水壶来继续浇 茶宠由黄变红 直到红得跟火一样 他才慢吞吞地说 提不了 放心吧 徐晴的火蹭蹭往上窜 这是谈判的姿态吗 这是羞辱 他们家是吃准了自己会让步吗 让步的代价的确非常大 并不是徐晴想要的 但你至少态度得好点吧 徐晴喊了一声她的职务 说 我们娘俩本来就什么都没有 你必以为我们豁不出去 亲家母淡淡地说 你要是真想豁 就不会找我谈 行了 我下午还有个会 看这架势 对方一步都不会让 其实不光是女儿需要她家的能耐 徐晴自己也需要 以后做生意把她名头一报做事排名 亲家母站起来要走 徐晴紧两步追上去 对方又说一句 我不主张礼 在家 我说话还是作数的 大厅等着的司机已经屁颠地开车去了 她没打算给徐晴更多说话的机会 大不留心地出去 徐晴一股恶气盘旋在胸腔 这算是谈的什么 领教了对方的跋扈 定下了一辈子被他们欺负的局面 徐晴以往做生意也难免受气 哪一回都没这回气得很 不光是气人家官微大 更气自己非要稀罕那一套 事情被架这儿了 进不得退不得 要退还得自己退 她开车走了一小段路 突然感到心脚痛 她把车缓缓停在路边 痛得越来越厉害 她趴在方向盘上 心梗 交警外贴罚单时 发现了徐晴 送到医院人就没了 徐晴是知道自己死亡的 因为她从彻底的心痛中 忽然超脱出来 周身轻盈 有一个瞬间她觉得 自己如果有强烈的意愿想回去 还可以回去 但是她没有 一种前所未有的解脱感 和莫名的吸引力 轻轻牵着她 令她浮在空气中 她的最后一点潜意识是 对也是好事 因为女儿的婚姻 她做不了决断 强势一收 却来了个没法面对的局 世界变成了全视角 时间也失去了对她的控制 后来的事情 她都是用一眼看到的 这一眼就是七年 七年 好像花一下就照进了她脑海里 只用了一秒钟 女儿悲痛欲绝 关系往死里决裂 这回轮到南方家人来说好话 求着她 别把丑事抖出去 要离婚也可以 不用退彩礼 女儿不但不退彩礼 还硬是把丑事抖了出去 她好像变了个人似的 跟他们硬刚 她离开单位 辞职报告上就写了四个字 我不干了 把事捅大以后 她卖了房子换了城市 后来她在网上卖猫 全是名贵的猫 几万块一只的 女儿过得很好 找了个新的男朋友 结婚 生子 秀恩爱 刚开始 女儿总是掉眼泪 七年过去 她不再哭了 许晴感到 当她越来越少 为自己流泪时 自己开始消散 她所见的最后一幅画面是 女儿一家三口 在花园里玩 她丈夫说 你妈的忌日快到了 一起回老家去上个坟 女儿说 现在疫情闹得动不动就疯 方便咱就回去 不方便就算了吧 唉 可怜我妈这个人 算计了一辈子 虽然最后出了差错 还是用死成全了我的选择 我妈永远都是为了我 不回去她肯定也能理解吧 说话时 她很平静 许晴能感觉到她的心 一丝哀愁 一丝怅然 一丝感愧 已经没有多少思念 也没有任何仇恨 是接受了一切的心 是笑对未来的心 天上落下一滴雨 然后慢慢干涸 许晴争鸣夺利 步步为营的一生 在那花燃的一片树叶上 留下一圈小小的水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